谈谈科纸新贵,小鹏汽车9868 182.7有货的,Cony来的 你觉得有没有力在上? 力度应该真的不大 你想想之前连入港股通都不是特地炒得起的时候 入科纸为什么又会炒得起呢? 大家入指数去炒主都是充惧被动资金去买 老实说那句有多少人买科纸? 科技指数上现在连50天线都未升穿 这些电动车就像绿色能源一样面对着的问题 这两年升了这么多起上来的时候 面对着煞股值,资金要开始在仓位上做调整的时候 追沽的压力是会比较大的 你问我见到第一天有消息出力,入港股通 我都觉得可以愿意去追 的确是升了一阵,但很快就已经玩完了 回到图表上,20天线的阻力很大 好像升不穿,升不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可能就会插下去 所以如果一百八十几元这些水平拿着 你预了真的要继续捱 还要捱一段很痛苦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是本身短炒的话 很介意股价短线每天的走势上面的话 这些位置就穿150元就会下斜线的 找机会再低位去买反 但是老实说那句短线真的要每天看着 这些股份很容易miss了一个低位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从中长线角度上看的话 做定心理准备有机会再试回今年年头的低位 去到那些位置可能穿一穿那段时间 才是一个最正的吸纳机会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看自己做中长线还是短线 中长线你就尽量不要看着 短线会很痛苦 至于如果经常看着股价就走一走 先找机会低位再去买反